分别有Beta1和Beta2 我们全身受看 Beta1影响有身 不是身 Beta2是有力 有身有力 Beta1刺激Beta1的心跳得快些 跳得强些 现在才可以打仗 Kiddy也会影响 为何我们的肾脏 多了Rennie的肾脏 多了Rennie的肾脏 很简单 Rennie的肾脏 多了Rennie的肾脏 我说一句 看不见 两个火车鬼 Rennie的肾脏 Rennie的肾脏 多了Rennie的肾脏 多了Rennie的肾脏 做了Rennie的肾脏 Rennie的肾脏 Rennie的肾脏 暴力了 会夹到小孩 用小孩的肾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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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动 所以寶军夹脏 血压上升 很简单 所以β1 是导致血压上升 除了靠 心跳 更快 更加强 亦令Rennie夹脏 夹脏 和胸脏 所以 两种方法令血压上升 而β2是如何 成立室 活动 有力 身体的肌肉 身体的肌肉 peripheral muscle vessel 周边的血管 和Bronkhard 气管 原来不知道 气管 会如何 令我们的肌肉 震裂阶 加上我们的肛糖 迫到Brunhoff 泡露糖 令我们的肌肉 更多的糖 在我们的肌肉 把我们的肌肉 放在我们的肌肉 走到梯了 Peripheral muscle relaxation 即是周边的血管 relax 多了血 多了血 沖血 即是身边的肌肉 开始 弹瘡 多了血 离调 帮手去打敌 然后Bronkhard relax Bronkhard 气管 放松 粗淡 可以唱歌 或是这样 吸心 吸气 去杀人 跑火 射弓射片 然后马上跑得快 马上跑得快 然后马上跑 吸气多了 就会方便打仗 所以有心有力 整个肌肉 Beta 1 Beta 2 就会令到整身 准备打仗 暗示血压升高 很简单 原来我们只要针对BetaBlocker Block 你觉得Block肌肉 还是Block心 Block心也好 Block心也好 因为血压来自我心 Block气管 有什么用 跟血压没关系 如果你针对Block Block了 他的心 让他跳得慢 跳得弱 像我们刚才听音乐 想睡觉 血压便下降 Decrease contractility 和Cardial 跳得慢 跳得弱 不可以说血压 Decrease pressure Block pressure 另外Decrease branding Decrease branding 在神里 Decrease Decrease 这就是BretterBlocker对血管对血压下降的 Making Sub-Action BretterBlocker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不同的BretterBlocker Bretter1、BretterDo和其他 所以我们BretterBlocker其实都有不同的状态 整班苏法兄弟表姓指标 但他们有不同的特性 整班人员说Cardial Selectivity 他们有机会对Bretter1摄取比较高 集中影响心 你仍然有的是有力的 因为它没有阻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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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肌肉开始没有力气 肌肉开始没有力气 盖起来 当时盖起来会怎样 开始缩乏 吸不到气 再运动一点 便开始扯虾 所以现在如果那些东西 是靠调的事 不够劲 不是针对你的心 会怎样 开始没有很多服装 尤其是什么人做得 酵喘病人 因为他不小心扯上你的脂气管 便会扯起 扯虾穴 下降 但是扯虾穴 然后有些药 很多宿泊兄弟 有些叫 Intrinsic Sympathetic Activity 这个很特别 这个原来 他说 故事不阻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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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谁去聘的 在帮你来帮他 是什么意思 我请你 其实又不想请 我帮你 我推你 其实又不想 我阻碍你 其实我阻碍不了 这个意思 就是这样的意思 想阻碍你 又阻碍不了 又阻碍不了 又阻碍了 想阻碍你 想阻碍你 又不可以拉起一点 这个就是他的功能 在一个屏幕坐下 想阻碍你 不觉得这些又压碍了 那些东西帮你 就是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就是个古怪 这些叫做不觉意的活动 Intrinsic Sympathetic Activity 本身是帮你一些调碍 Tends to stimulate as well as blocking receptor 那就是说 帮之外 又有点不觉意的 禁止我们的 stimulate 有点刺激 那他会有点好处 他阻碍不了 你阻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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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阻碍了 阻碍了 这些可以留一点心 让你阻碍了 不要太辛苦 中庸之道 50 这些叫做 Lex Blycania 心跳舞跳得太慢 Blycania 是心跳慢 它令到你心跳舞跳得太慢 Lex Fetih 因为Bleta 一程的好处 也会有机会在脑部 买过 你阻碍了CNS Cners 肌神错语流 是很累 但没有太累 并不及阻碍了 阻碍不齐 还有 ука Extremities 是屯区的中司 因为是最冷 阻碍不出 还能阻碍 不及阻碍 真是并不太坏 因为他阻碍的做法 其实简单来说,没有那么强,没有那么强 还有一个好玩,这些储物一声可以帮你走进去的路 这些叫Liquid Solible 是否跟我们聊过的一样,Beta Block 有些是容易滲入脂肪那里 有些不容易滲入水那里 为何这有什么分别? 我们的大陆就是最大的脂肪体 这个脂肪体,如果是这样,很容易滲入脂肪 即是很容易上路 即是很容易影响中枝神经的家里 中枝神经就Block了他,就不好意思了 就会令到个人很容易发恶梦 还有睡得不好了,Sleep Disturbance, Nightmare, 发恶梦 如果它是Liquid Solible,就会有 但如果它是Water Solible,就会有什么? 不教练,不进入脂肪 在脂肪和血中间,在Buck Bain Barrier 那些书桌和那些站在那里 我们都听着了,屏障都没有进入脂肪 那些叫Water Solible 不知用性的,就没有那么容易进入脂肪 没有那么容易影响中枝神经病 没有那么容易影响中枝神经病 有些更不好意思压着你的梳化 压着你的椅子,压着你的桌子 两脚放在桌子上,哪有那么厉害? 有些更加Block了你的Blocker 还Block了你的AlphaBlocker 还Block了你的AlphaBlocker DigitalAlphaBlocking 这些真的是很惨,吃下去 Block了你全身,不好意思了 这里,这里,那里,那里,那里 这些Blocker就有这样的不同的情况 那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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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 Blocker也有很多,先看看 最左边,就是说它有什么功用 特别的特质 看到Blocker喜欢什么呢? 姓劳劳,Atenolol,Metobolol,Popenolol,Atenolol 这些呢,第一个class 归纽了上面的记者 原来叫做Cardiocinati 即是说它们是针对的心 没有那么容易Block了你 Block了你,没有那么容易Block你的气管 对不对? 没有说是容易入脑 因为这里只是走去 用不容易Block的心去分辨 那有什么比较针对心 没有那么容易影响你的气管 Etenolol,Metobolol 那它们说这些是什么? 没有那么容易令你敲喘发作 好了,Isa就是什么? Intrinsic Sympathetic Activity 即是说,也不差 不得你的心脱 又给你一些力量 让你每个脑袋 有腹状 每个脑袋 每个脑袋的心脱 跳得太滑 例如Propanol Nocytelium 很大波的 我们一次看 Nocytelium 有些人叫Propanolol 另外呢 又是Liprid Solible 除了它有Blox Blox 和Blox Bl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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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浑 100次 现在还有Blox Beta-2 也阻止了 所以哪个BetaBlocker全身性副作用是最强的 是哪个 没错,第一个就是Propanelol 因为它进入楼也是Non-Selectic 不是CardialSelectic 阻止Beta-2 它又进入CNS2 就是Propanelol 就是Propanelol 又学了一个Cast 很厉害 这些绿色 大家看到的Side-Effects 或者BetaBlocker的Side-Effects 我们看到它補了一句 就是所有BetaBlocker 当你高Dose 平常Dose 平常Dose 有些是Beta-1 有些是Block 有些是Block 如果全是高Dose 全都会离开 当你高Dose 是Non-Selectic 全都Block Block BlockBeta-2 是这样的意思 太大剂量 好,有什么好象 BetaBlocker 很自然Block了Beta-1 心跳减弱 就是心跳减弱 OK 另外 另外 会怎样 Block Block Beta-2 如果是Non-Cardial Selective 不是真的有心 BlockBeta-2 会怎样 帮智气管 即是帮助会怎样 哎呀 不小心抽搐一下 智气管径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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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 Award Inpatient With Estema 特别是 MCOAD 即是长期的 智气管受到的病 或者是酵酸 酵酸 千万会用 ACI 还是Beta-Blocker Beta-Blocker 是吧 Fatib 冷 你Block 中猪神丸 会觉得冷 又睡不着 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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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ghtmare 发恶梦 特别是哪一只 Propanel Propanel 穿过脂肪体 因为影响CNS 服装特别大 还有 又影响 Grow-2 控制 Mitri-2 Blocker Blocker 因为我们说 刚才除了Block Block肌肉 Block肌肉 Block Blanin Ebeda Ibeda Block Skeleton 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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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其实很多血量都有机会的,因为会影响你的心血管 那是Contra Education,Hard Block 如果你的心电头阻滞,就是不好 你的心本身也有事了 再帮吃点药,再帮帮帮心的receptor,就是想死 不用跳,就是这样 Berrycarrier的第二是每分钟低于55下 Berrycarrier OK吗? Berrycarrier 大家回到温书了 先讲完Berrycarrier 保证室内谷区 今天有没有问题啊 给大家包卡 看不见我们的白苏和罗亚的罗亚 Propanelor,記不記得嗎? 516找一下,Propanelor,BetaBlocker 很多的,Metopolo,Metopolo 這些全部都是BetaBlocker Attendolo,也有很多 Propanelor,Propanelor,Propanelor 看到尾嗎? 每個課程都找到一個人來記錄 至少人家會給你 Propanelor是什麼? 你認識我,是屬於BetaBlocker 這個課程 如果是Alice Kerwin 什麼課程? DirectRenning Elimiter 要記得嗎? Ebisartan Ebisartan 彈彈是屬於什麼課程? 我剛才學過 Asylsartan Angiotensin 2resultaBlocker 我聽說 DirectRenning Elimiter 大師的Propanelor Anna Propanelor 什麼叫Propanelor Captopanelor 是什麼? 我還給你 這裡 Angiotensin Captopane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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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個字 你會多看一看 記得多看一看 你的品牌也做得 你會多看一看 常用的品牌 是甚麼? Abovelor Hyser Hyser Captopanelor Captopanelor 請你聽聽 你聽聽 Dairo文 旁 Trevor 再加了 Gib 我們zie Captopanelor Captopanelor 冠狀動物及 Peripheral, Interior, Vasculine 哇,這麼深的危險,看你先 下沉默 Decrease calcium interest into mu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s 我們的軟組織肌肉 會怎樣呢? 會放鬆的,如果我們用 calcium term block 了 另外會怎樣呢? 如果我們的心肌是coronary 我們的心肌是少了 calcium influx的話 那個血管都會下降 它的血管會大力 簡單來說, calcium channel blocker是 Block calcium channels in the heart and smooth muscle 平衡器 of coronary and peripheral material 我們的觀狀動物 以及旁邊的血管 上面的smooth muscle 的calcium channel 你block下去 還有block 心上面的calcium channel Block calcium channels in the heart and smooth muscle of coronary and peripheral arterial 就是這個意思呢? 原來是block我們的心 伴動物 伴動物 血管 上面的calcium channel 就是calcium channel blocker的作用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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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會導致什麼? Decreased contract 那些跳入心跳躍了 跳躍了 跳躍了之後會怎樣? Heart rate decrease 你心肌出了將力跌 心跳也弱了 跌也弱了 你的心跳躍了 你的心跳躍了 以及心臟輸出 Cardial output就會跌 那你的心臟輸出 很簡單 股自然就會引導你的血管下跌 Ecreased in blood pressure OK 好 那以下這兩個字呢 要懂得喘了 剛才每個class都要懂得喘 以及起碼喘一個藥名 Generative 另外呢 calcium channel blocker 裡面呢 還分了兩兄弟 這個呢 是很友善的 Say hi 大大聲 Say hi 叫做 這個 大聲 叫做 太噁心了 全部裝得喘了 全部都喘了 第二個 很酷的 不喜歡 say hi No 大懈造 Purity 可以嗎 calcium channel welcome 這個是挺有善的 大懈造 Purity Pyrit 大懈造 Pyrit Pyrid 大懈造 Pyrit 大大声声Hi 就是大骑造Purities 另外有一个哭爆的 哭爆的就是下面 non加一个non字 大骑造Purities no不声Hi non大骑造Purities OK,不懂喘 但是慢慢喘 原来呢 大骑造Purities 就比较適合那些血管 多些 就没那么適合深的 Kalcium Channel 方格 所以亲和力高 对那些血管 Greaker Affinity 亲和 for Vascular Kalsium Channels 血管的Kalcium Channels then 多个 for Kalsium Channels In a heart 没有那么 吞进心 上面的Kalcium Channels 那会有什么 影响呢? 影响呢 就是 心上面的Kalcium Channels 没有那么容易 Block到 对不对? 那就没有那么容易 影响心的了 如果心特别弱的人 特别心脏衰竭的人 就大骑造Purities 会帮到他 OK吗?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他对周边 血管的亲和 这个样子 是强度强一点 他没有那么厉害心脏 所以 心脏衰竭的人 就没有那么容易受 这个class的弱影响 就会舒服一点 OK吗? 更多影响 Versal Smooth Muscle 即是血管平滑肌 或者少 少一点 On Myocardium 心肌 没有那么容易受影响 Less Affinity Less Effect On Myocardium 心肌 心脏肌肉 更多影响 更多影响 Versal Smooth Muscle 周边血管 channels OK? Will not reduce myocardial contractility 没有那么容易受到心肌的收缩影响 Do not cause deterioration of heart failure 如果你心脏有事 它不会令你这么快死了 因为它对你的心肌 没有那么大影响 那我们看看酷爆的浪 但它是绿绿了 They have effects on both cardiac Vascular Smooth Muscle 就是对心肌 Cardium 和其他血管 Vascular Smooth Muscle 的平滑肌 一样 不理你 Blog Calsim Channel 那会怎样 会减少 contraction of the cardiac muscle and produce negative aneutrophic 会怎样 它会减少 它会减少 连心肌 的跳躍也会减少 Cardium Muscle 心肌 的吸收缩 以及 会减少 allotropic effect allotropic allotropic 收缩 弱了 这个学术 就是 Less Contraction 大家看到 Negative Anotropic 就是 Decreased Concussion 减少 收缩 Positive Anotropic 正的收缩 就是 收缩得更强 简单 所以 慢慢会发现 有分别 看看 哪个人说 大系组 Positive Anotropic 它会怎样 例如 Amlodipine Positive Anotropic Positive Anotropic Positive Anotropic 亦有更加清智性 亦有更多的奸装 亦有更多的奸装 可以显示 减少的奸装 亦有更多的奸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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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大系统Predease有什么? 就说酷的那些,例如V小姐,Verepamil,Diltaicin V小姐和Diltaicin是酷的,属于什么? 浪大系统Predease 他们对心和周边血管的心血管 都是一样的传播 它会影响在同胸部和脂肪的绿绿 Decrease Concepsional Cordial Muscle Produce Negative Inotropic Invent 也是减轻心上的收缩 于是,它对共血量不太好 因为它影响了心 所以不如找上面更友善,大后做Predease有贊助便算 而它这么串,也有另一个帮助 不如你把心弄疼,找你的心弄疼 心弄疼的心,心弄疼的 当然不想收缩得那么厉害 如果你的脂肪不单是影响周边的心血管 影响了那个心,不要跳得那么快 不要抽着抽着 它会舒缓到心弄疼的心弄疼 所以V小姐通常用到心弄疼病人 和Diltaicin是酸 Verepamil和Diltaicin 上面那些,甜心Aloidopin Ferloidopin Ferloidopin 通常用于Hypertension 有什么意思呢? 这样分开用 这样分开用 好,Anotroping 刚才说的是contratility 收缩 Conotroping 另一个词就是心跳 收缩力和心跳 Kelsem Channel Blocker 对它们有什么影响呢? 如果浪大向作Perloidopin 酸爆一点 比如V小姐 Roverepamil 和Diltaicin 它们会减少心跳 和减慢AVnodal 我记不记得 我们的Signal 由SAnode 跳去AVnode 然后可以帮助Perloidopin Perloidopin Perloidopin 这样影响整个心跳 一声跳 对吗? 对吗? 是减慢心跳 AVnodeopin 收缩 Konotropic 心跳 如果Native AVnodeopin 即是科术 科术 尺寓 使用心跳 减慢 Konotropic 使用心跳 减慢 Effects Meverting AVnodeopin 就是说 V小姐和Diltaicin 他们很容易 又减慢收缩 又减慢心跳 对心脏衰竭的病 是很不老理的 因为心脏衰竭 Negative AVnodeopin 对心脏衰竭的减弱 是最厉害的 And should be Avoid Impatient Mutathalia 对心脏衰竭的男女 Mu小姐 就很人家麻烦 不要吃她 因为她对心脏的 负面影响实在太大了 就是这样 Mu小姐 哪个class Mu小姐 Non 大亥做Pretens OK 这是我的class 不老乃 Diltaicin Non Diltaicin Recommute Diltaicin Not for half-fineer patients 鼻子咳嗽 鼻子咳嗽 这些人 看来很烦 心脏衰竭 你再咬一脚 让你吃死了 要离开你 不吃 大亥做Pretens Diltaic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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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那些大亥做Pretens 为什麽去到nice 原来它有周边的vascular dilation 放松血管的作用 因爲什麽呢 它对vascular calcium channel blocker 对对收釁 深血管的作用 深血管的作用 那些效果都在 那会怎样 那些血管放松了 深血管放松 因爲我们一个人 很压力 有感觉 有敏感 不会那么容易 让我们把心脏滑走 一些医药 那样的感觉 那些自然的感觉 咦 我的深血管放松了 什麽事 那它便说 可以吗 那它便很紧张 Bio-Receptor 是身体感应温度 感应血液的瘦体那些点 感应身体 我们身体的血脑好像下跌了 因着血管降松了 于是Bio-Receptor 便会叫我们身体 Hepoprolux 什么样 不如心肌加弃了 我们的血液好像低了 因为我们的心血管好像有点不同 原来身体会叫做 Reflex Tachycardia 反射性 心跳加重 Reflex 反射 Tachycardia 心跳加重 原来身体的亲磁力这么强 这些大蟹就会叫做 心血管 因为它是 calcium channel blocker 在心血管一大 但是Bio-Receptor 便会感受到这些事情 它感受到心血管放松了 它便会叫身体进行一个 心脏跳加重 Reflex Tachycardia 就是这样等会均匀 等会均匀 我们的心跳得慢了的情况 原来是因为它大型了 所以也不单能放松心 它也放松得最多 它放松的血管 甚至确定 我们的心腹 Bio-Receptor 便会很压力醒 什么事 Bio-Receptor 便会叫做 Media 身体进行 Reflex 反射性 Cardia Tachycardia 本身 Calcium channel blocker導致身體心肌、cardiac和vascular smooth muscle relater 因為它阻止了Calcium channel in the heart, in the cardiac muscle and vascular smooth muscle 但是這個課題後做3D 它對周邊心血管的作用更強 more effect on peripheral vascular calcium channel blocking effect 於是周邊心血管的放鬆 它便會召喚BioReceptor Mediate 或者是BioReceptor Mediate BioReceptor Mediate 讓心血管的快點看什麼 我先回覆一下 Refract Telecardia 剛剛醒來的什麼事? 控制筆 先開燈看看什麼 Refract Calls BioReceptor Mediate Refract Telecardia 反射性的心血管 因此便會讓心血管的變得更差 因此便會提升了 因此會令我增加了PioReceptor Mediate 去超越到PioReceptor Mediate 本身跳得慢 但是跳得慢了 是它也會導致的 因為它們在CALC channel blocker也會令我深入 但是這些大體的BioReceptor Mediate 會令我放鬆之外 會令到BioReceptor Mediate BioReceptor Mediate 不如來一個Refract 反射性的Tekicardia 自己叫我心 我們人吃了CALC channel blocker 大態度BioReceptor Mediate 會自動BioReceptor Mediate 這個Refract Telecardia 自動地心跳加快速 所以就拯救於什麼 拯救於心臟衰竭的病 心臟沒有那麼慘 跳得快一點 即是回復回復 這隻藥CALC channel blocker 大後便吃下去 心臟會變得慢 但是它會令到身體 會自動地心跳加快速 這些叫BioReceptor Mediate 的Refract Telecardia 自動地心跳加快速 所以它是 less likely to affect heart rate 對心跳沒有那麼大影響 即是這個意思 大家要留意一下 兩者有分別 一個會造成Version Parphalia 另一個會造成BioReceptor Mediate 會造成BioReceptor Mediate 的Refract Telecardia 自動心臟跳加快速 這樣回顧問 我們可以看看有什麼Side Effect Side Effect 那些是Modal Hecane Hypotension 血壓低 KALC channel blocker 有一個很經典的副作 如果你們去找一些老人家 過年的時候 那些人說 你吃KALC channel blocker 可以吃Emotepin Felote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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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 我吃Napherapin 那有什麼事呢 你小心 看看你的腳 有沒有腳腫 腳腦水腫 叫Ankyl Edema Peryl Edema 叫四肢水腫 OK Ankyl Edema 叫腳腦水腫 因為這可能是KALC channel blocker帶來的副作用 除此之外 KALC channel blocker會代替Smooth Muscle 那些KALC channel 那些KALC channel 會舒張 衝血 那些機會 連面霧那些 面霧 Felote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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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另外呢 會導致什麼 那些血衝來衝去 控制不到 那些死粒藥 凡是Rosculature 的Smooth Muscle 都會 帶來的 那些血衝來衝去 會怎樣 有機會頭暈 頭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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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暈 頭暈 很累 那會導致什麼 特別是 因為我們剛才說 我們那個大系 Perylteam的Class 太好人 會導致身體 會自動來個 Bio Resetal Mediate 的 Refest Tachycardia 自動心跳 進化 所以這叫什麼 會導致心跳 有機會過快 Tachycardia 還有什麼 我身體令到有時 心跳 跳 就是Pomputation 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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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 Kalseam Tachycardia 另外 這是V小姐獨有的 這些臭串的V小姐 她記錄了 特別是她會帶來什麼 什麼都好 就是 酷爆 不理睬的 Hardvalia 讓她們 合心不得 另外 就是 Constipation 便秘 ima RM 你有吧 嗯 其它有沒有沒有 都會的 但永遠是特別便秘的 吃Refing V小石不会导致心态的原因 因为它对周边的心血管和对心的力量都一样 身体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所以它不会导致Bio-Receptive Media的Reflex Tachycardia出现 由于身体不会主动崩溃到心中 它与其他大产的PRE-DCO卡丝一样 会导致Bio-Receptive Media的Reflex Tachycardia 因为身体不会理解它 不会因为它吃了这个药 它会导致Bio-Receptive Media Request Tachycardia 所以由于Bio-Receptive Media的Reflex Tachycardia 会导致心肌Cardia和Mascular Small Muscle Castial Channel Blog 同样会导致 血压下跌会导致什么 但Negative No-Troping和Negative No-Troping 和Negative No-Troping 同样会导致心跳減弱 就是Bio-Receptive Media Bio-Recep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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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吃下去會有酵素分解 否則吃下去累積累積 不是白病不親是白藥 很多藥在身體裡累積死了 到99歲的時候太多藥了 我們身體會分解 但是酵素會被食物阻止去分解 西藥汁 有沒有玩過吃鬼? 沒有 沒有玩過吃鬼 吃鬼簡單來說就是 好 好 簡單來說就是當大口 它藉著酵素會藉著藥 如果口腿被藏著 或是被食物藏著 它便沒有時間藉著藥 沒有時間化解那些藥 便會累積累積 我簡單來說 同一個劑坊 用西藥汁 用酵素化解不了那些藥 分解不了那些藥 便會導致藥的濃度上升 在你的身體累積 這些叫做 爆發導殺 激動過大 那它會導致什麼? 負作用 便不好了 所以 例如吃什麼? Kelzium channel blocker 是什麼? Amnodopy Fallocopy 和Amnodopy 還有V字 V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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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调galicin、脂肪想定毒 妤卯酸、 tutorine 사람 就算钢琴、硕 Thoughtan、酵园、C143 酷立施荏 这些 major can understand se닝 soulIWEST enam bus if the sequ달�илась 但经常食物 调及消多酵酵 分解之后就和它们很毒 Neo punt print range 邏请 **Zeroく loi 由0到有种种酵 中间的 range 是有效 低于无效,高于有毒 所以不要乱地一起吃 否则这叫做 drug interaction 药物相互作用 就是这样的情况 中间的区别保护 但是这个区别保护 我现在看出了一个区别的区别 就在这里吃了一个区别的区别 我估计一下 的区别是有毒 对,这区别的区别的区别 对,这区别的区别的区别 讓大家消化一下 待會我們來講文打的卡 由C去D